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过一段时间后 发觉好像有点同心 好 还有没有同学? 是 活灵 我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宣教士 很多人都为她代讨 我也感觉到她的平安 很好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 是,Elaine 我试过有一个小团友 我之前带她去上教会 她突然没有上教会 我就问她 你为什么不上教会? 她就说 我不想上教会 我觉得上教会好像很例行公事 然后我就自己为祈祷 希望神真的去改变她的心 然后一起上教会 神的说话 如何明白 然后她回到教会 那次听完 她就觉得很有意思 神真的跟她说话 之后就继续回到教会 陈太太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回到团契 到最后都会有代讨事项 互相去代讨 其实为什么代讨那么重要? 代讨里面 除了你自己觉得 你应该怎么做之外 或者其他人怎么看 或者大家一起同心 为了你的得着 为你狠切求主 就是多一个人 在你事情里面 来摆上心力 摆上一份盼望 那是很重要的 比如刚才Simon 他加入了教会同心祷告 一个人祷告不够零 同心一起期 在上帝做很奇妙的事 因为当我们和同心一起期 很奇妙的时候 以上不得的事都会发生的 或者是活灵 他的女儿和女婿 都是宣教士 为了感谢神 看到很多人为他们祈祷 即是说在他们 在异地宣教上 没有什么基督徒也好 原来上的能力这么厉害 你在东方祈祷 他可以西方动功 真的不简单 你的见证就是说 不是说多人祈祷 即是这样 就是说 原来他看到上帝 人家很厉害的 神真是无处不在的 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即是啟动了人生的思维 就不只是代土 即是啟动了他们 神的能力 无法测代 特朗尔玲那个就是 很感恩 是吧 鼓励他 即是一次过 搞断到他多开心 那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有些人 他就很怕 带朋友回去 就信了耶稣 他不知道怎么教 都不知道他跟了你多久 那你应该多些 讲一下这个见证 那又要去 不单是说 为那个人 能够认识耶稣的祈祷 或者有心回教会的祈祷 还要祈求当日的信息 真是为那个人而切 或者那个人觉得是为他而接的 这样 回答了他的问题 那你告诉他们的时候 就说 哇 神真是跟你在一起 我都没有跟牧师说过你的情况 但牧师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你这些东西 就是说 神与你同在 所以代土的人 同样是一个能够用赞美的言语 将上帝的荣耀发明的人 不只是代土 否则的话 人家只是说 哇 你祈祷真的很有恩赐 下次跟我祈祷 你祈祷真的很有恩赐 好招力真是厉害 这么多人一起祈祷 哇 你真是 几句就搞定了 就在人身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究竟上帝 透过你的祷告 产生的见证 是见证什么道的呢 在启迟律的说法 他说 帝影德性是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不是自己的见证 是自己所见证的道 所以我们找到这句说话出来的时候 代土整个过程里面 就很完整的 可以 不只是看到人在做事 最重要是上这句说话 如何引导了我们 进入他的得性里面 耶稣这样说 他说你们祈求的就得着 尋找的尋见 寇门的吸力开门 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应许 为什么我们不好地操练呢 我们不单止可以为自己求 更加可以为我们身边 和更加多的人来祈求 因为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人都活得七七两两 他不知道生命可以改变 因此我们就为那些 未信耶稣的人 代他们求 求主的恩典临到他们 为我们的工作 一切顺利来祈求 以至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 侍奉神 为我们身体健康来祈求 为众人的身体健康来祈求 在这个世界里面 已经不能独善其身了 因此我们知道 我们为自己求的时候 都为其他人去求 因此这种代求 就能够不断地延伸出去 以至神国的风性 要临到不同的人 那帮忙大家都拖点来操练 各位同学 我想问你们 有没有你们身边 都有一个祈祷的伴侣 或者你们家有些祈祷的小组 如果有的话可以举手 都很多 Connie 有的 我有去以立基金的祖套会 祖套会 在祖套会里面很好的 我们有很多 代言之名互相支持 有时会为自己的需要 为了一些代言之名的需要 以及为了香港 或者世界的磁程发生 而祷告 一起同心祷告 那会很有力量 还有呢 是, Willing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有祈祷伴侣 都是否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你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 就没试过找祈祷伴侣 今天之后可以想想 还有没有 是, 玉晶 其实我觉得 自己一个人讨告也可以 不用一定要找祈祷伴侣 是吧 陈太太 三个同学分享的东西不同 一个就有祈祷小组 一个就没听过祈祷伴侣 一个就在想 究竟是否一个人也可以呢 为何回答呢 陈太太 好, 先回答一下Conny Conny每天都有做讨会 他只不然有一个讨告伙伴 他不只一个 可能很多人都不足够 我们定期的小组都是好事 让自己同心一起讨告的时候 是挑旺你的心 听到别人说的时候 就说 不如可以这样期 下次也会这样期 你听到别人说的时候 就彼此牧羊 在祷告里面 是可以彼此牧羊的 是因为你听到别人用神的 话语祈祷的时候 这个可以达致这样的 但是玉晶就说 一个人祈祷不行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通常都是一个人祈祷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其实不是一个人祈祷 从熟灵点来看 就是主跟你在一起 圣灵教我们祈祷 那你也知道主跟我一起祈祷 有多开心 另一件事 一个代祷的人 有时都要自己控诉自己 我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祈祷 一个人祈祷 好像很弱 只有这么小的声音 但是你要鼓励自己 我一个人祈祷 有没有搞错 我这么多兄弟 全世界有这么多兄弟 你问我爸爸也知道 一定不止一个人祈祷 一定有很多人祈祷 我爸爸最清楚了 你要干强你的心 干强你的心很重要的 要是代祷的人 要抓住上面的说话 我一定要顺你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恩惠 你才会干强壮胆 否则你就会说 行不行 只要说字 说一下就行了 好像很像化学 首先就先拆下自己的讨告 你知道今天不是你做的事 是上帝他整个角度里面 做不同的事 他找这个企业 合起来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图画 我们相信上帝在当中 引导我们 但是当我们有领受的时候 可以和人们分享 也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祷告 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 可以让旁边人一起来加入 因为圣经的基础里面 他说要我们彼此相爱 以及待众人 彼此恩代以及待众人 是从一个群体开始 一直延伸出去 一直延伸出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根基 盼望我们以前没有讨伴的 现在可以参加祈祷会 认识一下这些有心的人 可以大家一起来做祈祷 好了 通常来说在图伴 有两三人 就会比较好些 因为耶稣在认祂当中 他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人 和心土局的时候 负必定在当中随听 我们盼望我们多些来操练彼此的守望代徒 此日萨姆尔的妈妈 一个恩祈祷 神就把萨姆尔赐给她 我们看到玛丽亚听到天使 把这个讯息伺给她的时候 或者她会因着圣灵的感应而有儿子的话 她立刻去找伊丽莎白 我们相信这两个女士 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是会寻求上帝的心意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同心祷告 或者我们好像 萨姆尔妈妈一样 一个人祈祷 或者好像玛丽亚和伊丽莎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好事来的 都是看到上帝的国在我们当中 一直以来 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能够透过祷告 宣告上帝与人同在的真实 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们无论一个人的内息的祷告 两个人的同心祷告 很多人的行刺祷告 一样蒙主越南 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每一天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 都可以随时影响全球的局势 下一节 陈太就会教大家 如何为全球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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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